上一世 秦燕死在了我为他冲喜的那夜 他生前 我恨他求我于申院 差我与太子的姻缘 更恨他罗之罪名 害我全家 可原来就我性命 许我白手的人是他 忍辱负重 护我全族的人也是他 而他却死了 黄泉路了 我为他放了一把火 火还翻涌 我躺入他的关中 秦燕 今夜你我成婚 此官虽小 公诊足矣 再睁眼 我重生回到了七年前 床侧的俊美少年正姿态 懒散的垂眸 冷冷凝视我 头怀送抱 自见枕袭这种事 苏小姐是什么时候开窍的 重生后 我又见到了那个全是滔天 却短命不得善终的少年 这一年 苏明元为了污污名节 把我要醉之后 送到了名声糟烂的 秦少公子秦燕的床榻上 我用指尖倾出秦燕的脸 那张脸不再是死后入关时的 僵冷枯稿 也不再是中毒后 缠绵病态的苍白 眼前的少年自容绝艳 恍惚如梦 我捏了捏他侧脸的薄肉 他肤色偏白 我根本没用力 那处就已经红了 秦燕的神色立刻变了 苏小姐这是何意 他反握住我的手腕 声音很沉 气息却微乱 抱了这么久 都没够 还上手 我被他按得有些疼 只得无奈收回了手 却舍不得收回目光 我定定的瞧他 他穿着宽大的月白长袍 胸襟不知何时 竟被我压出了褶皱 他漫不经心的抚平 看似还算平静 好冷淡啊 冷淡的不像后来的他 也罢 毕竟 秦燕在这一年才只有十七岁 他还没长成那个 全亲天下的暴力疯子 还是个没吃过肉的小狼独子呢 我缓缓勾起嘴角 欣赏着这位大奸臣年少时的模样 故意逗他 前少公子 我都已自荐整齐了 还怕对你上手吗 秦燕难得神色微僵 看我的眼神透出一丝亚异 他似乎不大相信 诗人眼中 最端庄淑仪的太夫妇 比女我 竟会说出这种辽薄风月的话 其实 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那些外人所见的模样 本就是我装的 众活仪式 我也算亏得万分先机 这世上擅长伪装的人 又何止我一个 譬如眼前的他秦燕看似遵学礼教 一身清冷如明月 可我却知道 他只不过是在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反哭罢了 上辈子 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便爬上高位 手段齐绝 秦燕出身不好 从小受多了白眼 慢慢养成了喜怒无常 偏执狂辈的性子 他生平最厌恶的 就是那些教条理法 我曾被他求在身宅 三百多个成婚日夜 他每每开向我时 眼神都病态而专注 像极了一头不知满足的饕餘 时刻酝酿着撕扯品药 偷我入腹 那才是真正的他 而眼前这个 呵 和我那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一样装的 秦燕与我对视了半哨 他冰冷阴郁 我勾唇浅笑 春风话语 无声拿捏 终究是他先测过了脸 声音淡淡的提醒 苏小姐入了别人的局 此时再不走 可要来不及了 我这才意犹未尽的收了笑 环顾四下 这场龌龊的局 我自然记得 出自我那装了十数年小白兔的树内松明年之首 这一年 我将将吉吉 父母安好 家族昌盛 我是太夫妇的嫡长女 父亲精心培养我 诗话文墨 前期欲设 样样不曾落下 世人都赞我温书怀才 端方柔家 就连圣上 都透出了想要为我与太子赐婚的意思 不过只差一则明指而已 上一世 我收敛性情 一步步成为师族贵女之楷模 只为以后能做一个让人挑不出错的太子妃 可我那个自小观顺贴心的树美 在柔弱卑微的外表下 却有着比天还高的野心 她看上了太子妃的位置 她想巧 终于 苏明元借着与我一同来为秦老夫人贺受的机会 将我一罪 送到了秦燕的枕边 秦燕出身卑贱 名声不好 我若与她共处一事 被外人知道 自然会染上一身乌糟 然而苏明元这一局 到底还是看清了我 也看清了秦燕 秦燕有反骨 最恨被人利用 所以上一世 她非但没有碰我 反而帮了我 而今回想 原来秦燕竟是从这一年开始 就已经在护着我了啊 我有两个选择 破局脱逃 然后再教训苏明元 毕竟此事一旦张扬 将涉及家族颜面 又或是 将计就计 将苏明元返珠 当时 我顾及家族荣辱 选择了前者 后果便是苏明元 原本家里的作妖 所以这一次 我太谋朝秦燕笑了笑 前少公子 既然人家已经设好了局 不如我们就先喝杯茶等一等 有些害虫 还是直接原地捏死 比较清静 秦燕听罢 目光似审视 语气又带了些慵懒试探 苏小姐不怕与我扯上关系 会被拉入泥潭吗 我端起桌上的茶盏 唇角青阳 秦少公子 省省吧 你才不会把我拉去什么泥潭的 我也曾一度以为 他会把我困在泥潭 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给我的 是世上最纯粹 最温柔的净土 秦燕看着我 忽然伸出了手 他拦下了我准备喝茶的动作 秦少公子 我疑惑 他淡淡答 别喝这盏 嗯 为什么 茶凉了 五 我乖乖放下 我有胃疾 凉掉的吃食茶汤 碰一罐不碰 虚余的安静之后 忽然 我猛的抬头盯向他 上一世 我中了药 昏沉不醒 秦燕最后是用一盏冷茶将我泼醒的 泼醒我之后 他便赶我离开 语气凶得很 可这一世呢 这盏茶还在 他没有泼我 没有凶我 也没有急着把我赶出去 我是怎么醒的 我试探的动了动身子 才发现腰上的位置好像有些疼 秦燕上辈子当了大奸臣之后 就成了一头 麦肯肉骨头的恶狼 可我错把珍珠当女母 看不见他的好 觉得他奸恶至极 一味的恨着他 自是不肯轻易让他如愿 他求不到 又不愿勉强我 便会掐着我的腰 一口一声叫我妙妙 装独子一样 让我可怜可怜他 所以 我这腰间熟悉的痛感 难不成 他是把我掐醒的 一云浮上心头 我是叹道 前哨公子 你下手这么重 我会疼的 若是上辈子的秦燕 听到我这句话 必会眼红生软的放缓语气 可此时 秦燕谋中的阴语 非但没有化开半分 甚至轻轻的喝笑了一声 苏妙小姐迷在哈睡之时 似着了梦眼般又哭又笑 我一靠近 你便抱我不放 我想正开 苏妙小姐便拥得更紧 还哭着说 她的语调微微一顿 我的心也跟着微微一颤 我 说了什么 秦燕的声音很沉 唇角却挑着一丝 计较的浅糊 你说 你生事不能与我合起 死后定了与我合焚 你还说 黄泉路了 不让我一个人走 你要来陪我 我一时无言 她的目光转向桌上的茶盏 本想用冷茶 扑醒苏小姐 可你越说越离谱 也越抱越紧 我便下手了 力道虽重 却也是为了让苏小姐尽快摆脱梦眼 我望着她 细细思量她话中的每一个字 竟然找不出一丝破绽 原来她并非蓄意温柔 是我误打误撞 扰乱了上一世的事件 一瞬间 巨大的失望袭上心头 窗帘透进来的微光 打在她的侧脸上 将她整个人照得如梦如幻 她在开口时 语气轻而慢 带着淡淡的梳理 彻底打碎了我的梦 苏妙小姐的梦话怪有趣 不过我惜命的紧 不急着走黄尘路 也就不劳苏妙小姐做陪了 我点点头 是啊 人人都惜命 没有谁想死 可那么惜命的她 上一世 却没有活过二十五岁 我红着眼 温笑着望向她 知道了 今日秦少公子帮了我一次 我以后必会每日 祈祝秦少公子长命百岁 必再免获 许是我说的太过真诚 反倒显得不可思议 秦燕定定的看着我 目光探究 我却没再解释 而是将衣衫和发际整理好 端庄以太 只带猎物的到来 我知道 很快苏明年便会掐好时辰 领着太子来寻我了 果然 未出半课 便来了乌泱乌泱的人 堵住了秦燕的门妃 门栓未眼 他们轻而易举便破门而入 门外 第一声故作疑惑的发问 当然出自苏明年之口 姐姐 你为何会睡在秦少公子的卧房 再获一世 我重新打量苏明年 她虽是庶女 可因姨娘早死 她从小便养在我母亲膝下 与我一起长大 我母亲从不曾苛待于她 我身为嫡常姐 也处处关照她 但凡有一衫首饰 都不会忘记她 可她却鲜少穿戴 我们赠她的东西 她喜穿素白色 但是粉黛 目为赞 郁为环 她善烹茶 总会在煮茶时念茶盛的诗 不限黄金磊 不限白玉杯 不限潮入省 不限木入台 唯限西江水 曾向静灵城下来 我曾以为她正是性情淡漠 与世无争 才不喜欢那些繁花紧促的凌罗 可原来并不是 她只是从小便明白 在人前是若装穷的道理罢了 她越是观顺懂事 一群素普 人们便对她越是恋爱 更何况 人要翘 一身笑 苏明言便是深谙此道 她以为这样 便会激起太子的保护欲 她以为太子 当真如传言中那样 是天底下最温润和善的人 我对苏明言笑了下 你刚刚说什么 她大约是没想到我 尽一丝不慌 所以表情 也于瞬间的僵硬 但她装了十数年 今日这局是势在必得的 她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她的神色从疑惑转为金木 连眼睛都染了红 真就像是在为我痛心似的 姐姐 你醉了酒 应该去客房歇着 怎可睡在秦燕公子的寝房 啪 我直接扇了她一记耳光 她半边脸通红 甚至被我的指甲划出了血痕 她不可置信的呆呆望着我 看热闹的众人也安静了下来 我揉了揉手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睡在秦少公子这处了 父亲母亲平日素来教导你我 在外卫客 须谨言慎行 我不惯来找秦少公子戒约穿玉纸 你却在人前大肆宣扬我醉酒 寻到此处 出口便是胡话 你是想败坏我这嫡嫡的名声 还是让太夫妇蒙羞 这一耳光 你挨得冤吗 我端的光明正大 在苏明年的计划里 我本该在这间房里昏睡不醒 任由她泼增水才对 再或者 就算我醒了 也该像上一世一样 为了家族的颜面 忍过一时 不会在人前戳穿她 把前辈争斗摆在明面上 偏偏我收整好了一切 静坐在这里等着她 人们不瞎此时此刻 秦燕的房里 床铺整齐 我的衣着 亦是一丝不苟 此处为惧之人 都出自高门士族 深宅之内的龌龊事 谁没有见过 我稍微一提 他们自会想透其中观俏 我就是要故意说出来 让这些士族之日明白 他们都被苏明延当成了棋子 从今以后 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苏明延的一个字 果然 我淡淡的扫了一圈 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之后 脸色都十分难看 苏明延挨了我的耳光 眼中划过恨意 然而下一秒 便又成了满面委屈 我见游怜的模样 可惜 不会再有人为她说话了 人们纷纷告退散去 周遭变得安静下来 苏明延红着眼睛望向了太子 殿下 他愉愉害羞 太子没有应声 却走到了我面前 问我 妙妙 手疼不疼 苏明延震惊地看着太子 死咬着唇 他肯定是没想到 太子一向温润和煦 对他关照有加 可他这次爱了我的打 哭得这么狼狈 太子竟全都视而不见 他只问我手疼不疼 我与他格式相望 太子荣誉 才华满腹 色若春小 青雅出尘 他今日身穿一袭将子华服 山眉海目 会成了他俊美温柔的脸 世人皆说 荣誉性情温润 将来必成人均 上一世 我与他青梅竹马 我背负家族荣辱 曾立志要做好他的太子妃 将来还要做好他的皇后 我想过要与他一起看大好江山 繁华盛世 可后来都成了笑话 谁能想到 这么温柔的他 问我打人后手疼不疼的他 将来竟会杀我胞弟 抄我全家 害我苏氏满门呢 而此刻手心都红了 荣誉捧着我的手 轻轻地揉了几下 仿若实在心疼我 说来可笑 我直至现在 都不太明白 他眼里的温柔 为何可以演得这样真 如玉指尖微凉 像是山剑出容的雪 可惜 我要的是能暖我的那一蹴火 我没有急着抽回手 而是抬眸 下意识地望向了秦燕 我想知道 他会在意吗 从始至终 秦燕都静静坐在那里 不发一眼 可我却分辨得出 秦燕的眼神 比先前要缠了几分 隐隐透着一股子偏执的冷意 秦燕大约是不悦的 我正想着要不要去跟秦燕高个别 这时 院门处却又多了另一个久别而熟悉的身影 姐 你没事吧 怎么我一到秦家 就听到了一堆乌七八糟的闲话 有人欺负你了 来人是我的胞弟 苏旭 还活着的阿旭 他一边说 一边狐疑地瞪了苏明延一眼 显然是已经听说了之前的事 苏明延咬着唇 有些怕苏旭 又把无助的目光投向了荣誉 苏旭健壮 直接冷笑 苏明延 你看太子干嘛 你坑了长姐 太子哥哥难道还要帮你布成 太子哥哥一贯都是以我姐为先的 你不知道吗 苏明延还在狡辩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的 呵 有没有算计 你自己心里清楚 骂完了苏明延 苏旭又若喘头向荣誉站开一抹参笑 太子哥哥 你最护着姐姐了 我说的对吧 荣誉扬了扬唇角 二 阿旭说的没错 苏旭听后笑言更甚 卖好似的朝我扬了扬下巴 他穿着一身火焰般的红衣 发带飞扬 站在秋风里 散漫不羁 不掩少年之气 我看着生命鲜活的弟弟 喉头有些哽咽 阿旭 剩下的等回家再说 苏旭愿听我的话 我急开口了 他便抱着剑 乖乖点头 二 姐 你还要多久 母亲让我来接你 荣誉也一如从前班做着戏 温生换我 妙妙 今日事多 你也累了 姑派人送你们回府 我看着荣誉那张壮弱温柔的脸 回忆起来的 却是他上辈子为了扳倒陈王 派我弟弟苏旭去南疆探查证据 又故意设计让我弟弟孤身一人 葬送在了南疆的毒虫蛇腹之中 我真想问问他此时此刻 当他亲切地唤我弟弟阿旭时 可有过半分真心 上一世 荣誉与苏旭血淋淋的一条命 揭开了陈王与南疆国勾结的帷幕 荣誉自然是赢了的 他拿着苏旭用命给他换来的铁证 在经验上装作悲愤怒急 剑指陈王 他骗了天下人 也骗了我 其实毒虫毒蛇是他放的 天罗地网是他设的 从一开始 他就计划好了 要拿苏旭的命 来当他的铺路时 可是 阿旭也与他一起长大 阿旭从小就跟在他身侧 如同信仰一般崇敬着他 叫他太子哥哥 阿旭刻苦练剑 是为了替他杀敌寇 阿旭自幼习文 是为了替他治山河 那是对他忠心不二 将生死都交付于他的阿旭啊 他难道就用这种手段 来遭监阿旭的命吗 阿旭死讯传来的那日 我尚且不知真相 我哭闹着求荣誉 求他把阿旭的尸身接回来 别让他就这么孤零零的葬在南疆 那时 荣誉也是这样 温生换着我 对我说 妙妙 你累了 孤仙送你回府 我不明白为什么荣誉不肯接回阿旭的尸骨 最后还是秦燕找到我 我查到了你弟弟的葬事之地 带我去 那时 我与秦燕并不相熟 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帮我 却不想放过任何一丝机会 所以我上了秦燕的马 连夜赶路 终于抵达埋葬阿旭的荒坟 最后请人绝坟验尸 到了那时 我才明白 怪不得荣誉不肯把阿旭的尸体带回京城 尸体上藏着他害死阿旭的证据 阿旭功夫好 一般的南疆毒 根本害不到他 他的死因 是一盏隐魂香 那是荣誉专门 用来控制死尸的毒药 他竟用到了阿旭的身上 只是荣誉又不知是在可笑地顾念着什么 狠心如他 人都杀了 他竟没有忍心焚毁阿旭的尸身 以至于 最后还是让我查到了这一切 好在 重来一世 时间上来得及 阿旭还活着 他怕我受委屈 来接我回家 荣誉的太子之位还不稳固 他为了拉拢我们太夫妇 还要继续装作那个毒化世人的温柔神佛 妙妙 虚伪的神佛又在换我 他牵住了我的手 我醋眉 怪是我一时疏忽 思绪翻飞 竟在荣誉面前走神了 呃 走吧 我抽回手 淡淡婴了一声 至少现在 还不宜与这位太子殿下撕破脸 荣誉的掌心空了 有些失神的看着我 目光落寞 我侧过眼 只当瞧不见他受伤的样子 然而 就在我转身讲走之际 身后的屋子里 却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喝笑 带着几分讥笑 苏小姐 不来拿穿玉智了吗 是秦燕 他沉默了那么久 久到仿佛要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 终于开了口 我顿步 回头看去 只见 古旧的窗帘透着丝丝缕缕的光 窗帘下 秦燕正撑着下巴望我 肤色苍白 角如寒玉 他眉梢微挑 眼神似带着钩子 亲美尽腰 穿玉智在内室的阁楼上 阁楼狭小 外人不得入 苏小姐恐怕的亲自跟我走一趟了 呸 什么穿玉智 天知地知他知我知 那句话根本就是我为了洗脱松明眼 栽赃给我的污名 才故意在人前扯谎的 他倒好 分明是想多留我一话 却又不肯直说 为了不让我跟太子同行 竟然拿着当起了油头 罢了 我还怕他不成 秦燕那间封闭的阁楼上有什么 我再清楚不过了 不就是挂满了我的画像吗 狼独子 并疯子 先前装得冷冷淡淡的 还勉强像个人 这就忍不住了 我随着秦燕往内室走 他在前 我在后 通往阁楼的阶梯又窄又抖 我先前中了苏明年的药 表面看似无恙 实则脚步发虚 踩踏了几步木梯 便行行踩空 本来 就算踩空了 滚下去 甚至摔死 也没什么可怕 毕竟上辈子死前 我在翻腾的火海里 都能抱着秦燕睡去 这又算什么 但我看着前方高寿其长的少年身影 忽然觉得他离我还是太远 我想抱他 想靠近他 于是啊 上到最后一节阶梯时 我一脚踩空 故作惊呼 秦燕果然迅速回身 即使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就是便往他怀里栽 缓住了他的腰 听到了他的心跳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唇角上扬 勾起得逞的笑 秦燕的身体 明显一僵 很快 他便看出了我拙劣的演技 薄唇间溢出了一声 病态的低笑 苏妙小姐 抱得这么紧 不嫌脏吗 这话听着耳熟 他问过我一次 上辈子 阿絮死后 他主动找到我 说要带我去阿絮的葬身之处 我马术很差 只能与他共成一品 连夜赶路 秋风瑟瑟 我冷得打哆嗦 秦燕便将他的披风丢给我 我介于男女之别 死撑着不肯穿他的披风 他便语气计较 苏妙小姐是嫌我脏 那一夜 月光下 他明明在笑 眼神却阴郁寒凉 他是见记外事所生的数字 秦家乃高门士族 历经四朝风云 出过贵妃 出过崽府 而秦燕的生母 却是个勾来院的花魁 至死没能入秦家的门 荆中士族很多人都在背地里 骂他是个脏种 说他玷污了秦家的门妹 也因此 秦燕虽然被认了回来 却从来都不得他父亲的疼爱 他的院子 偏僻冷清 他的门飞 人人可破 没人把秦燕当回事 他安静地在阴暗里啃使着恨意 最终长成了一个病态的疯子 上一世 他这样说过之后 我便再也没敢矫情 我闭紧了嘴 劈紧了他的披风 乖乖缩进他怀里 他拽紧了缰绳也抱紧了我 我被他的温暖包裹着 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和马蹄声 心跳声很乱 身体却不再冷了 这一时 他又问我 嫌不嫌他脏 我把唇贴向他的耳阔 一字一句 秦燕 你不脏 你比谁都干净 脏的是你爹 他脏了你娘的身子 还脏了你的人生 脏的是那些拜高踩低的蠢货 他们的脑子早就被灌满了松水 他们的污嘴 根本不配提你的名字 秦燕 这座秦府配不上你 早点离开可好 一阵落阵可闻的寂静之后 秦燕忽然把头埋向我的紧握 呼吸温热 似聊波又似细血 呵 苏妙小姐把我夸得这样好 我又该为苏妙小姐做些什么才好 简单啊 我笑 我遇杀人时 你来做我的刀 我遇旧人时 你来做我的药 我遇嫁人时 你来做我的狼 秦燕直勾勾地盯着我 瞳孔微震 凤眸极深 你的刀 你的药 你的 狼 秦燕就算装得在清冷沉默 骨子的病态也还是藏不住 那双眼睛里 分明凶拥着痴望的情思 我索性却推阁楼的门 秦燕 别装了 你不是早就盯上我了吗 这里面 满屋子挂的全都是我的画像 我说的对不对 嘎之一声 门开了 我却傻眼了画呢 一幅我的画像都没有 夕阳余晖 透过窗帘 书卷整整齐齐 列满桂格 呗 这一年 是还没画吗 我没忍住 倒过了一句 略微尴尬的回头 朝秦燕望去 只见 苍白阴郁的少年 眉梢微挑 薄成勾笑 原来苏妙小姐是想让我为你作画 还想要挂满这间屋子 污秽大了 秦燕从高阁上取下穿玉制一书 递到我的手中 我接过之后 便转身欲走 秦燕却忽然拉住我 捧起我的脸 颜味泛红 目光是病态的偏执 声音里带着撩人的蛊惑 妙妙姑娘是怎么猜到我心思的 我把妙妙画满这间屋子 妙妙就是我的了 可好 明日就开始画 行不行 妙妙妙妙 年少的疯子 也还是疯子 秦燕说着狂悲不堪的情话 唇时间不断呢喃着我的名字 声音渐哑 语气渐轻 我扬起脸 看到少年漆黑的眸里 正翻涌着深渊般的遇念 秦燕 你从前真是好会装 我将唇贴在她的侧脸上 轻温浅着 又迅速离开 秦燕错愕了一瞬 很快 她眼尾的红韵便越来越浓 在开口时 她嗓子已经哑得不像话 妙妙姑娘是小黎母投生的吧 将人心勾缠走了 却又不负责了 她问得无奈又委屈 卑微又放肆 迷乱又克制 我但笑不语 只稀谑地望着她 我一直不知道 秦燕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盯上的我 她此刻 是已经把我当成她的私有物了吗 那样说来 她盯上我 便该是在更早以前 我仔细回想 在我秦燕之前的年岁里 与秦燕的交集大约只有两次 第一次 是一个冬日 那年 下了一场瑞雪 我带着侍女 疏闻赏雪 本想寻个僻静之地 却误打误撞 看到了秦燕 她正被几个士族公子 按在雪地里打骂 我又惊又怒地扬声喝止 那几人认出我的身份 碍于太夫妇的面子 终于肯收手散去 秦燕目光阴冷 始终绷着神色 固执的不肯示弱 直到那些人走远之后 她才终于绷不住 嗨了几口血 血色烟红 落在矮矮白雪上 触目惊心 我下意识扶了她一下 掏出帕子给她用 又吩咐侍女阿春去寻人帮忙 可秦燕只亮腔了一瞬 便强撑着站回风雪里 不必 她垂眸钉向我手里那方 沾染了她的血迹的丝帕 薄唇间一出一丝自嘲的良效 苏小姐还是离我这种人远些 免得赞了自己 她说完便走 且长单薄的背影与血色融为一体 那是我第一次记住她的样子 倔强 阴郁 啃绝 孤独 像是折服的兽 我与许多世家公子贵女们一同长大 世家交往大多以利为先 人们看不起秦燕 自然更不会去亲近她这个见机所出 毫无希望的秦家数字 我却头衔颇多 太父父嫡长女 京城第一才女 未来的太子妃 所以 我一向是被众心拱掠的那个 而秦燕 一向是被孤立的那个 京城市族就正了几家 年年盛世欢宴 总有碰面的时候 自那次之后 我又远远的见过秦燕几次 她总是安静的坐在不起眼的角落 淡淡看着远处的喧嚣 原地偶然间会闪过一丝不屑 我与她也有过眼神对上的刹那 我会对她玩耳示意 她则冷冷淡淡的错开目光 有人在背地里讽她 说她那张脸长的勾魂射破 像极了她那个花魁娘亲 一瞧就是下剑胚子 我听着不爽 这种时候 我那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 便能拍上用场 我会端着最文静贤淑的样子 笑不露齿 礼貌地提醒那些人 闲谈论人非 是非君子淑女所为 甚言甚言 与其背后说人短 不如静坐私己过 有时 我厌烦得很了 也会勾着笑 懒洋洋地 给那些人讲 听说啊 地府分十八层 第一层 便是跋舌地狱 凡是挑拨离间 多嘴多舌 诽谤加害 说谎骗人者 死后都会被打入这一层 小鬼会掰开那人的嘴 铁钳加舌 生生跋下 但是又飞一下跋下 而是拉长 慢转 讲完 我面不改色 杨作淡然的摇山饮茶 天知道 我有多么厌恶他们的锅躁 天知道 我每天装温良 淑女有多累 天知道 我烦得想拔了他们的舌头 这招总是比 温言温语的提醒更奏笑 媚媚我这样说 周围便会历时一片死寂 若真可闻 只不过 在奏笑的手段 有偶尔会有意外 那一次 旁人听了我的拔舌地狱之谈 接收脸闭嘴 可偏偏我背后却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喝笑 我小心翼翼的回头 居然瞧见了秦彦 他不知何时来的 正站在我身后 一双身眸凝着我 似笑非笑 世上最尴尬之事莫过于此 我那时生怕他误会 急忙解释 秦少公子 我并非在背后议论你 我只是 可秦彦根本不待我说完 便保存开河 换我名字 苏妙姑娘 我有些茫然 二 他问 若拔舌地狱是第一层 那后面的十七层呢 又是怎样的地狱 我答 第二层是剪刀地狱 第三层铁树地狱 第四层逆境地狱 说着说着 我便意识到不对 赶紧停了下来 我顶着京城才女的名头 读的应该都是闲肘文章 朱子百家 地狱之说 是我从杂谈野质上瞧来的 偶然一句无妨 可要是再往下数 内容实在过于阴间 便与我的身份很不相宜了 我有些气 偷偷瞪他 亏我之前还暗中维护他 他竟想坑我 秦燕却勾了勾唇角 若有朝一日 能听苏妙姑娘将后面十八层的故事都讲完就好了 这便是我急急之前 与秦燕的两次交集 第一次 我撞见他血中的狼狈 第二次 他看透我人前的伪装 所以 这个狼崽子 居然早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盯上我了 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窗外日头已经吸血 我从秦燕的怀中离开 手中捏着他给我的那本穿玉纸 随手翻了翻 以门而笑 秦燕 想知道第五层地域是什么吗 他垂眸盯着我 一开口 尾音上聊 怎么 命令姑娘终于愿意讲了 我却道 下个月的邱莉为场 与我联手 若能赢了荣誉太子 我便讲给你听 这年的邱莉 会有一场刺杀 荣誉太子在这一局里就驾有功 经此一事 此后更是深得胜宠 可其实 荣誉早就获悉了敌国那些刺客们的计划 他故意隐瞒不报 就是为了博得救驾之功 而我那树位苏明言 更是心思逮绝 他避险途中 居然趁乱把我推到了刺客的刀下 意图要了我的命 是秦燕替我挨了一刀 又反手把那刺客杀了 可那刀上有毒 我至今记得他一刀燃血的模样 上辈子 拜这一刀所赐 秦燕落下了病根 以至于后来 他即便未及人臣 寻见天下真药 也终究授数难续 这一事我要让苏明言和荣誉太子一起 来偿还这一刀的债 只不过 我却忘了 秦燕这疯子 向来是个贪心的 他凑近我 杨淳一笑 妙妙 不够的 我若赢了他 你得在洞房之夜的洗床上 讲给我听 才行 秦燕撕磨的气音 在我耳边掀起热浪 我笑着答应他 好 听你的 抱着书册扶梯而下时 我听到秦燕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忽然有些相信妙妙姑娘先前的那些梦话了 妙妙姑娘忽然转了信 但我这般好 是因为在那场梦眼里 有所遗憾吗 我回眸望他 诸多心酸 化作一句 是啊 梦里遗憾颇多 只见秦燕懒洋洋斜靠着门 笑呼惑人 看来 那确实不是什么好梦 不过 我曾梦过妙妙上千遍 妙妙这才只梦了我一遍 依我看 妙妙不如摒弃油丝 乖乖吃饭 好好睡觉 再多梦我几次 说不定下一次 便是好梦了 我鼻子一酸 不禁点头称是 我知道他一直望着我 可我却不敢再去看他灼热的眼神 从往阴过 便赶紧走了 我生怕再待下去 会在他面前哭红了眼 上一世 他也说过不少情话 只是我从来都不大相信 自然也鲜少回应他 我见过他杀人时血见满身的样子 也见过他面无表情的僵人四肢斩下 抛到酒缸中 是以极刑的才人手段 所以 他的情话 在那时的我听来 更像风话 尤其是当我得知他爬上高位的手段之后 秦燕少时受见欺辱灵虐 伤病诸多 为了韬光养晦 他故意隐忍不发 但他其实从小就偷偷的席闻 面见 拉拢人才 他在暗中 伪装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专门与京城权贵们做生意连财 看似卑贱如你的少年 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堆尖气于 一切 只差一个青云直上的机会 机会随时可以谋 可他的余生 却被我毁了 秋日围猎的那场刺杀 他救我或许只是顺手 谁知那刀不惹眼 那毒却致命 短短几年 便送他去见了阎王 他为时时陪搭发了 起初几年 他尚可以靠药物为持 装作身无大爱的样子 在朝中肆意翻弄权柄 没人看出他的破绽 而我 是在太傅府落败 被发梅入剑挤的那一年 才被秦燕带走的 当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 并不知道 那其实已经是秦燕生命的最后一年 我被他囚在深院里 听到了从他房中传来压抑不住的咳嗽 闻到了他院子里经久不散的药气 又看到他偶屑之后 来不及换下的脏衣 才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倒也无意瞒我 甚至还学会了邪并图报 我都快死了 妙妙还不肯说两句好听的哄哄我 真是无情 你就那么喜欢太子 哼 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人说 冲喜能续命 要不 妙妙给我冲喜试试 不答应就算了 别用那刀子似的眼神瞪我 我这府邸是能吃人吗 你就那么急着离开 等我死了 再放你走行不行 其实我与太子 顶多算是青梅竹马之意 谈不上喜欢或爱 更何况 当我得知是太子害死我弟弟的那一刻起 对他就只剩下恨了 秦燕却闲来无事 总会酸上太子几句 一边酸还一边观察我的神色 我不信秦燕是真的看上了我 我猜他大概是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多年的筹谋 全毁在了救我的那一刻 所以他才求我与深院 要我陪着他 伺候他 以满足他那偏执的私欲 最无与民业的事 我从小养在身归 在太傅府落败之前 连一丁点的重物都没提过 他却非要教我练剑 那剑沉的要死 我拿一会就手酸 赌气扔在地上不肯练 秦燕难得在我面前阴了脸 笔手你闲短 刀剑你闲 暗气你闲都不准 射箭你又闲胳膊疼 妙妙的手真是金贵 到底教什么 你才肯学 我反唇相机 我学那些做什么 像你一样 动不动就杀人吗 他笑了 大约是气笑的 因为他笑过两声之后 脸色便骤然苍白 凑眉重嗨 竟呕出一口血来 我以为他终会放弃的 可他缓过来之后 却又淡然的视镜唇边血线 让我继续 还笑隐隐的威胁我 妙妙今人若是 还学不会摘叶飞花 便伺候我沐浴吧 可好 我心里骂他是疯子 可他这话却总有奇效 为了不去伺候他沐浴更衣 承欢身下 我到底学会了不少东西 只是渐渐的 我眼看着秦燕 从一个风华绝艳的公子 变成了垂死挣扎的困兽 他的手越发无力 他握不稳健了 也拿不动弓了 终于轮到我笑话他 你为奸作恶 即使身居高位 活着又有何去 待你死后 世上没人为你哭 他们只会欢呼 秦燕盯着我 反问 你也不会哭 我连想都不想 不会 他失神了一下 才缓缓吃笑 而 那活着确实无趣 我便又道 那你为何还活 不如断了钥匙 死了干脆 他被我咒了也不怒 只是阴郁的脸上满是无奈 没良心的小李弩 我若死了谁来护你 教了你半天 你却连只鸡都不肯杀 我若不把那些想害你的人都杀尽 又怎么敢死 一般时候 他喜欢叫我妙妙 他说这名字像在换猫 所以 当他偶尔不怎么高兴时 便喊我小李弩 等到秦燕终于肯放我离开的那日 他已是 并容哭稿 他连说话都费极了力气 眼神却偏偏还带着狠衣 我死后 你便不许再怨我 怨我了 否则我便化身厉鬼 夜夜逢你春梦 与你欢愉纠缠 饶你不得安 说到一半 他又忽然顿住 终究苦笑一声 无奈地红了眼 罢了 你放心吧 这个世上不会有鬼 也不会再有我了 后来 我才明白 秦燕这个人 不敬神佛 无畏善恶 可他却有自己的道 他给自己披上了一层阎罗的皮 是为了踏入地狱 论是朝堂 太多权力轻压 他看不顺眼 便以杀制杀 以奸命制药扫除奸命 与那些贪婪的 恶心的灵魂不死不休 他杀掉的那些人里 每一个是好东西 全是他救出来的恶鬼 那些鬼害过我 也害过别人 只不过 他们都披上了伪善的皮 直到最后 他被千夫所指 也只是冷冷一笑 没什么所谓 反正他从小就习惯了唾骂 反正他本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跑去为秦燕冲洗时 为时已晚 他躺在冰榻上一梦不醒 直到怨气 也没能看到我为他穿假衣的样子 我吻过他僵冷的唇 哭着对他说了无数遍对不起 那一刻 我都希望 世上有鬼 鬼来逢我 回府路上 我神思游荡 苏绪换我回神 长姐 秦家那个脏种 你欺负你吧 他在心中鸣声可不怎么样 太子哥哥似乎不喜欢你跟秦家那个脏种在一起 姐姐还是顾忌些为好 我看着苏绪 特别想告诉他 上辈子他死在了他最相信的太子哥哥手里 而千里迢迢跑去替他收尸的 正是他看不上那个的秦家脏种 许是看出我神色不悦 苏绪终于收敛了语气 小心翼翼的看着我 姐 你不高兴 我引导着反闷 若将来 我与太子反目成仇 阿絮 你选谁 苏绪愣住 姐姐怎么会和太子成仇 我寥廉看着马车窗外吸来攘往的人流 皇宫危险 东宫更是动荡 那是个会吃人的地方 你的太子哥哥 已经被吃掉了 苏绪以为身长的瞧着我 姐姐莫非知道了什么内情 不想嫁给太子哥哥了 爹爹还说等下个月中秋宴时 皇上就要为你们拟止赐婚了 我冷笑 放心 这道旨意 不会再落到我身上了 唯劣刺杀发生在中秋宴之前 上一世 是秦燕用尽手段 拆了我与太子的亲事 这一次 我亲自来拆 回到太父府后 侍女告诉我 苏明延已经被爹爹拔去柜寺堂了 听说还打了他的手板 三天不让给他饭吃 只准他喝茶水 苏明延原本提早回府 是准备抢占先机 万一出恶人先告状的 可惜 我竟然敢在秦府逗留 自然早已做足了准备 我虽然人未回府 口信却早已借由苏续的小丝 先一步传到了父母的耳中 甚至就连苏明延为自己开脱 繁咬我的话术 我都让小丝提前学给了他们听 我实在太了解苏明延的本事了 所以 苏明延回到府里 一通装无辜 半柔弱的哭闹狡辩之后 我爹非但没有饶恕 反而将他罚得更重 我娘听说我被苏明延下了药 生怕我伤了身子 她亲自盯着我把补汤喝光 又把侍女都遣走 等屋内无人了 才红着眼睛 跟我抱在一起通心的骂 我真心实意的带那丫头 谁诚想竟养出个白眼狼来 那秦家少公子是什么名声 他竟敢要了你 把你塞到他的床侧 万一要是 我娘越说越激动 我生怕他下一句就要张口骂秦燕了 赶紧安抚打住 说了几句多亏秦燕帮忙的好话 而我娘听后 重点却落在那秦燕也是齐了 外人不都说他是个浪荡的脏种吗 他怎么会帮你 我轻轻的笑 所以啊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只不过 苏明延给我下的那要不算毛 后就却足 秦燕上辈子教过我压制体内裂药的法子 可我到底学艺不惊 当日我虽然无事 谁知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连发了好几场烧 神思瞑目间 我总分不清是醒着还是睡着 是前世还是今朝 一席间 我听到了许多声音有大夫来为我诊脉 有父亲的叹息 有娘亲为我掉眼泪的哭咽声 还有人在我床边拉住了我的手 壮若温柔的换我名字 是荣誉太子 他来看我了 我一听他的声音 又回忆起了很多画面 我看到了阿絮惨死的尸体 看到了母亲在得知阿絮的死讯后 变得嗤嗤傻傻 看到了年迈的父亲跪在荣誉的面前 求他手下留情 至少留我和母亲一条命的卑微模样 上辈子 如玉靠我苏家的扶持 肃清了大部分对手 最后却又嫌我苏文公高盖主 他趁皇上病重 以太子监国之名揽权 那时 秦燕已是江国最年轻的首富 只是他三天两头不上朝 似乎懒得很 很多人都骂他藐视太子 不敬皇权 其实那些人骂得没错 他的确藐视太子 但这却不是他不去上朝的原因 他不过是因为快死了 毒发次数越发频繁 才动辄就必复修养 太子声望见高 秦燕却越来越少露面 他渐渐不把秦燕放在眼里 太子监国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拔掉我们苏氏一族 飞鸟进 梁公草 脚秃死 走狗烹 他抄了我的家 把我落入剑际 我站在勾兰院的门外 被老宝逼着唱艳词 勾兰院的烟渣男人们都在笑我 笑我从前端什么清高 今日还不是轮为浮华浪蕊 笑我这京城第一才女的初晚 会被卖的怎样的价钱 最后是秦燕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获知消息 非难而至 他大约感的太急 以至于唇色苍白 连呼吸之间 都带着淡淡血腥气 我来晚了 妙妙 他的声音再叉 毛中翻涌着浓烈的深情 还有压抑的暴怒 只是说到半途 秦燕又忽然顿住 在开口时 他已经换上了平日那副大奸臣的模样 细血冷艳的表情 妙妙姑娘大概喜欢温柔宫善的男子 我的确算不上 可现在你总该看清了吧 太子他更不是个玩意 你还不如跟了我 秦燕说着 便将我凶狠的扯进怀里 披上暖衣 照上帷帽 他当场拔剑 杀了那个比我唱艳曲的老宝 又让人拔了那些笑我低贱的男人们的舌头 顺便挖了他们的眼睛 血流满地 他嚣张至此 人们却只敢在背后咒他这个全臣奸命不得好死 无一人敢去拦他的剑 最后 他张扬地抱我离去 记忆的画面浑浑顿顿 我的耳边却再次传来荣誉太子的声音 妙妙 妙妙 妙他个鬼 秦燕换我妙妙时 尾音上钩 连气音都似引诱 可太子一叫我 却只让我反胃 黑意撑着我睁开了眼睛 荣誉见我醒来 脸上的担忧不似作假 算我手的力度也加重了几分 妙妙 你好些没有 我使劲抽回自己的手 泪出一身虚汗 殿下 请离远些 我是强忍着 才没骂猪滚这个字 荣誉眼神复杂地瞧着我 神色微微一将 妙妙 可以 我耐着性子 故作抱歉 我有慰疾 病中时常恶心 要是吐到殿下身上就不好了 荣誉默了默 虚余之后 温柔地称泽 妙妙这是何话 姑怎会嫌弃你 说吧 她还伸出手来 似是心疼般 想要抚摸我的发丝 我偏过头去 无声躲开 可我嫌弃你 荣誉的手在半途尴尬地顿住 眼色微沉 我扫视了一圈屋内 一眼便认出了她送的那几样东西 一一指了过去 装作不知是的 春儿 那盏乌尘香是水点的 还有那些糕点 快扔出去 这 这是太子殿下拿来的 春儿有些为难 我索性呕了几声 这无内香气交杂 我实在有些腔味口 荣誉在擅长伪装温柔 也禁不住我这一连串的嫌恶 她的脸色当时变差 皮笑肉不笑道 看来是孤代的东西 不讨妙妙喜欢了 那便扔了吧 可是东西丢了还不够 我最恶心的是她这个人啊 于是我轻飘飘的看了荣誉一眼 又连毛捂住嘴 没开二度 哦 荣誉是东宫太子 何曾被人这样对待过 她连一丝笑纹都装不出来了 只冷冷的丢下一句 既然妙妙不是 那孤改日再来 望着荣誉走远的背影 我缓了一口气 又命令侍女们也都出去 关好房门 这下耳边彻底清静了 我摸了摸手腕上多出来的玉镯 出来吧 秦燕 我知道你在 那玉镯熟悉无比 秦燕上辈子给我带上过 还不准我摘下来 那是她娘亲留给她的 唯一一件遗物 她曾视之如命 最后却送了我 只是 我那时不懂珍惜 一不小心就摔碎了她 秦燕失神的对着那些碎片看了好久 她一片一片的俯身捡起 试图拼合 最后却又纯色苍白的笑 就这么不喜欢我送的东西 而 我死后 妙妙连一件我的东西都不想留吗 怪我 身在福中不知福 错把珍珠做鱼木 而今 这个镯子 又一次被她带回到了我的腕上 比上一世早了七年 我知道她来了就在暗中的某处藏着 我甚至都能想象出 她冷着一双凤眸看戏时 戏血不屑的表情 果然 熟悉的人影从暗中走出 我被一双手拦腰抱起 秦燕用那双毫不掩饰占有欲的凤眸 勾魂式的凝湿着我 我无奈 秦燕 放我下去 你未免太放肆了些 这可是我的规访 她像一只被饿了数日 却还迟迟得不到燕祖的瘦 妙妙姑娘前几日睡在我的床榻上时 抱着我又哭又笑 可比这放肆多了 我无言以对 她小心翼翼的吻了下我的眼睛 才恋恋不舍的将我放回床上 而后 她又伸出指尖 勾着我腕上的玉镯 顺势也勾起了我的手 用漫不经心般的语气 她开过光 专制恶心 她这是生怕我把镯子拖下来 活周的吧 还顺便讥讽了荣誉太子 果然 从刚才起她便藏在暗处 我知道她是装的 没人比我清楚 她有多么看重这个镯子 于是便道 是吗 那我得好好戴着 可不能磕了碰了她 她微症之后 松了口气 又像是被取悦了斑 唇角上扬 嗯 妙妙 张嘴 嗯 昏昏沉沉间 她往我嘴里塞了一粒碗药 入口的一刹那 一股子苦味直冲天灵盖 我下意识就想吐出来 结果秦燕却似预料到 我如此一样 薄唇轻腹 直接封尖了我的唇 我身子僵住 只得将要乖乖咽了下去 因为我尚在病中 又满脸通红 她才意犹未尽地放开我 但你养好了 再继续 我气喘连连地扶在她胸口 对这只病态的狼独子 没什么好气 秦少公子 这是想把自己当药 喂给我吃 她低笑一声 妙妙果然知我心思 罢了 我服过她的药之后 便神思困顿 欢欢欲睡 明明间 我手背多了一抹一样的触感 我轻轻地聊了下眼皮 只见 秦燕正痴迷地玩弄着我的手指 玩到新处 她居然轻轻咬了我一下 太子与我 都牵过妙妙的手 妙妙更喜欢哪个 一见她那眼神 我就知道 这疯子又快克制不住了 正促着呢 我懒懒地逆她一眼 秦燕 别总自己找气瘦 是嫌自己数数耗损的还不够吗 这疯子的心性偏执 做什么都不稀密 少年时 她挨尽欺辱 咬着牙和血吞 以致长年病痛 练功时 她又追求极致 完全不顾身体脏腹的负荷 更是受了数不清的暗伤 她的数数早已不如常人 后来的经营和权势 都是她用命换的 上辈子 她为救我而中毒 更是提前终结了这一切 这辈子 我想让她尽量活得长久些 秦燕 正了正 该是没想到我竟连她这种秘密都知道 她凤眸威眠 语气上飘 妙妙姑娘的本事真是大得很 是偷偷翻查了我的家屌了 我懒懒地抬手摸她的脸 故作调笑 怎么 怕我了 她谋色忧深 笑意微凉 怕你 呵 怕你知道之后 嫌我命短 不肯嫁了 算吗 则 狼独子又在装委屈了 闭嘴 说什么命短 我实在听不得这些 便狠狠扫了她一眼 既然太子让你不顺气早日弄死就是 我不知道秦燕是什么时候走的 等我在睡过一夜醒来时 高热已退 身体大好 秦燕的药 果然好使 而在我昏睡的那几日里 苏明元在秦府意图陷害我的事 早已经传遍了京都 不必说 这之中自然有秦燕的手笔 那疯子 一向牙子必报 上辈子她全因苏明年是我叔妹 才迟迟忍着没下手 这次大约事件我跟苏明元并不对付 就无所顾忌了 苏明元虚弱不堪的跪完了祠堂 等她重见天日的时候 外头早已换了天 她在父亲的勒令下 来给我道歉 被罚了几天之后 她雷若的仿佛风一吹就要倒 惨白着一张脸 可一见了我 眼神却冷得像条毒蛇 苏妙 你是早就知道了我的计划 故意等在秦燕的房里 反手坑我呢 有意思她居然不装了 看来贵祠堂的这段时间 她左摸了不少东西 我玩弄着自己手指甲上的扣单 苏明元 你费尽心思的害我 不就是想勾搭如为太子吗 我让给你 可好 苏明元大概怎么都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种话 直接愣了 在开口时 她一改之前的态度 姐姐 你说什么 原来我只有把太子让给她 她才肯叫我一声姐姐 怪不得上一世 苏明元 与我冷了那么久 却在我因苏婿之死 与太子决裂后 久违地跑到我房里 假生假气地 换了我一生长姐 而苏家落败受难之时 也唯有她毫发无伤 一尘不染 她站在满院狼戒之间 居高领下 语气猖狂地骂我蠢 她说我蠢到房来房去 也没房住她偷偷跑去 父亲的书房里 去放那些栽赃嫁祸的书信 我的父亲 也是她的父亲 太夫妇 也是她的家 我确实没料到 她会为了讨好太子 把自己的亲族都搭进去 我质问她何至于此 她却疯癫地笑 什么叫我为了讨好太子 呵 我只是要借太子的手 毁了这座太夫妇罢了 你们还记得我姨娘 是怎么死的吗 她被你们忘在了庄子里 活活病死 你们却连个牌位 都不肯给她立 我恨爹爹 恨你 更恨你娘 我要你们受尽苦楚 不得翻身 对了 你知道你娘是怎么疯的吗 我给她下了好几年的药 原本很小心 只是一点一点的加量 直到苏续死后 我才决定 该给她个痛快了 疯了才好啊 我姨娘死之前也疯了 她疯着叫爹爹的名字 叫你娘的名字 要你们去陪葬了 从那时起 我才真正认识她 原来 我与母亲看在血缘的缝上 多番容忍的树妹 竟然不配为人 苏敏妍的生母柳姨娘 原本就是个贪心不足的 她眼红母亲的正头娘子之位 在我母亲病中下手毒害 差点要了我母亲的命 我爹爹虽然那切 却也还算拎得清 她查清真相后 明白柳姨娘这样的妇人不能再留 便仗则她一通 打发去了庄子里 那一年的冬天 我娘扶大命大 挨了过来 而柳姨娘却先丰后病 最后死在了那里 从那之后 我母亲便将松明眼养在了自己膝下 进行教导 也算尽好了嫡母的责任 可谁又能想到 苏敏妍外表乖顺董事 其实早就续下滔天的恨意 她费尽心机 跟太子上了一条船 然后又把所有血清 推向了深渊 即使今日 重开一局 我明白 苏敏妍早已烂到了根子里 就无可救 我懒得再看她那副虚伪的面孔 全是为了作戏 才耐着性子跟她演下去 我说 妹妹不用再费尽心机的坑我 你既然喜欢太子 我可以让给你 说来说去 不过一个男人罢了 只有一点 你是庶女 皇上和皇后 不会让你给太子做正妃 依我看 尼奴把力 混个侧妃吧 苏敏妍盯 我的眼神如同见鬼 显然还是不大相信 苏妍 难道你不想嫁给太子了 我深吸一口气 用上一世跟她学习的精髓演技 尽数还助于她 若因太子 使你我姐妹生出嫌隙 那我宁可不嫁 我眼圈泛红 看起来颇为真诚 苏敏妍将愣在原地半上 才扯动嘴角 如看傻子一般 讽刺地笑了我一声 那我还真是的谢谢姐姐了 不如 姐姐送佛送到西 索性多撮合几次 直接把我送到太子侧妃的位子上 我闻言 故意沉默了一下 后又装作被她刺痛 强撑面子的模样 勉强撑起笑容 好 苏敏妍 我送你 送你上西天 送你下地狱 从那之后 每每荣誉太子再来瞧我 苏敏妍都会恬不知耻地凑在一边 我也不说什么 就故意纵着她与太子纠缠 再到后面 我索性不出门了 直接窝在轨中看书 反正 苏敏妍一直盯着院内 太子来了 他自会使出浑身解数去勾 而春儿却常常在乌里气地直跺脚 小姐 您是没看见 二小姐那身子都快凑到太子怀里去了 二小姐今日为太子吃糕点 竟然为了快自己吃了一半的 太子殿下分明说是来看你的 怎么每次都跟二小姐待在一处啊 我笑 因为她左右摇摆 想将姐妹通吃啊 又过了几日 荣誉终于来堵我的门了 妙妙 你到底怎么了 要躲我到什么时候 她的声音温柔浅全 却又有些受伤 似乎我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 伤了她的心一样 可笑 明明是恶鬼 却披着神佛的皮相 就快了 她的好日子 就快到头了 我端着龟秀的身姿缩派 落落大方帝朝后退步 朝中风起云涌 正是关键时期 我想着 若总缠着殿下 怕外人会非一殿下单于儿女之情 荣誉听我这样说 脸色骤然僵硬 于她而言 频繁来往太夫妇 本身就是谋局的手段之一 她在罗织温柔网 意图把我们与她绑在一起 且使她步步为营 费了数年的心血 与我们交好到这种程度 已经算是滴水不漏 可我却偏要提醒她 我要让她慌 让她挣扎 欣赏她措手不及的样子 果然 她的神色一点一点的沉了下去 那张温柔的面具上 仿佛出现了裂缝 她笑得勉强 还是妙妙思虑周全 微孤着想 她语气带着试探 我却但笑不语 全凭她自己去猜 太子走后 苏明媛又找上了我 显然 她是得知的太子 私下来找我的消息 才不放心 赶过来探我口风的 这些日子 在我的故意宽纵下 苏明媛早已懒得在伪装 从前 她是温柔乖顺 心胸豁达 不限黄金磊 不限白玉杯的小白兔 而今 她全然像换了个人 张扬霸道 但凡有哪个下人 一句话不顺她的意 她仰手便打 连父母亲的训斥 她也不怎么放在眼里 俨然已经将自己 当成未来的太子妃了 她推开我房门的一刹那 我忽然觉得 她脸上的表情十分眼熟 那是一张度火中烧 欲赫南平的脸 与她那个早死的姨娘 如出一辙 从前那些年 她装得那么好 倒还真是难为她了 苏妙 你的手段真是让我佩服 嘴上说着把太子让给我 现在却又把太子 往你房里勾 你方才又和太子说了些什么 她压低声音 语气里都是翻滚的度议 我演得敷衍 戏谑的看着她 实话实说 她来质问我 为何要躲她 我总将她推给你 她伤心了 苏敏妍的表情瞬间沉了下去 不可能 她明明 话说一半 她突然耿住 我自是要推她一把 是的 她明明是喜欢你的 她任你聊播 也任你欢闹 可是苏敏妍 你做的还不够 你学的那些 都是低等妻子采用的手段 听到我骂她像是妻子 她猛地抬头 眼神阴毒地盯着我 像是想要将我撕碎 可是 她又还想听我继续教下去 便只能强忍着 那你说 什么样的手段才高明 我撑着下巴 缓缓道 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情谊 对一个太子而言 是最无用的 你要给她的 应该是不明 则已一名惊人的经验 若你实在惊艳不了 也无妨 男儿可以强取 女儿自然也可以强架 你只需在最引人注目的场合 把一道推卸不得的责任 压在她的身上 就行苏敏妍冷笑 责任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给她下药吧 这又和妻子有何不同 苏妙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她可是太子 我若真有此举 非但不能得手 反而会被处死 我不禁吃笑 还有一种责任 你忘了吗什么样的恩情 当以身相报 苏敏妍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恍恶一般 男男出生 救命之恩 当以身相报 我轻轻的在她心头埋下欲望的种子 没错 她是太子 为高权重惹人眼 每年总难免会有那么两次遭遇危险的时候 到了关键时刻 肯不肯一搏 就看你的选择了 苏敏妍沉淫了虚愚 富又抬头 对我露出那么看似娇柔实则讥讽的笑 姐姐果然是京城第一才女 各种露术 样样精通啊 我非但不弃 反而笑了 因为她能这样说 便代表着我给她埋下的那颗种子 开始扎根了 丘利如期而至 皇后难得陪皇上出了宫 她换上了裂服 与皇上笑谈着今日丢裂几只野味 要让她见识见识 将门虎女的本事 皇上则丝毫不避讳地流露出对皇后的尊宠 而 朕知晓皇后本事大 朕今日的口粮 就指望皇后出手了 众臣为言 纷纷陪笑 唯有荣誉太子 纯边的笑话很僵 这便是她这些年最尴尬的处境 当今皇后并非太子生母确切地说 她是季后 而太子 是先皇后的儿子 皇后娘娘年约三十出头 出身江门 西夏有一皇子 乃锦王 今年十二岁 聪颖成了 皇帝与宪皇后间谍情深 她这个太子夹在当中步步为奸 为了保住东宫之位 机关算计 慢慢的 她就连自己的良心 也算计丢了 隔着人流 我望向秦燕 她还似从前那样静静坐在一片喧嚣之中 眼神苍冷 只不过 这一次 她带了她的剑 抬眸间 秦燕对上我的目光 但纯微勾 我经过她身侧时 她偷偷勾住了我的小指 我担心人多眼砸 影响激化 赶紧策谋 瞪她 让她收敛些 她面容端得一派清冷疏离 时机却压低了声线 似可以聊过 又似委屈哀求 那宅数个之内 化作已堆成小山 妙妙何时肯前去一关 我一想到那些活色生香的画面 便心颤不已 这疯子 这种时候了 她还在想这种事 我暗暗计算着时辰 直到南疆国的刺客 马上就要从天而降 我低声提醒她 不许受伤 受伤就会死 我之前已和她说了许多次 许是我的眼神太过于关心和严肃 琴燕的唇角浮起勾魂射破的笑 放肆地贴着我耳廓 先前 我做了妙妙的药 今日 我来当妙妙的刀 还没能当成妙妙的狼呢 怎舍得去死 这又疯又狠的狼独子 说起情话来 就像是在给人下情谷的 只是 我还来不及深思 下一刻 打杀生已如浪潮般翻涌而至 刀光剑影 猎场一片混乱 高呼救驾的 四处奔逃的 卖命刺杀的 琴燕在铺天带地的杀生中 冲我笑了一下 乖 按照计划 藏好等我 说吧 她便拔剑出鞘 飞身杀去 可我的计划 却并不是乖乖藏好 这可是我期待已久的狩猎场 藏 不可能的 我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处 在一片混乱中 雾光扫过四周 先是荣誉太子 她一如上仪式 看似沉着冷静的在御敌 可她嘴角却掠过了算计的笑 在她眼里 这群刺客 就是她千磨万算之后 故意放进来 供她垫脚薄力的猎物 再是苏明延 她就坐在我身侧 苏明延已经被这场 突如其来的厮杀吓傻了 下意识地就想跑 我却淡定地拉住她 给她使了个眼色 只是转瞬之间 她就看懂了我的眼神 停下了奔逃的动作 她转头望向了太子 眸光中透出一抹热切 嘴里忍不住念出了声 救命之恩 才能以身相报 救命之恩 没错 她记起来了 此时此刻 正是她先前苦苦等待的机会 我在暗处低头 唇角满意地勾起了嘴角 这一世 我已不再是她的首要目标 在我的引诱下 太子 变成了她的猎物 而在我眼里 所有人都已经成了天地间暗淡的一片 唯有秦燕 悬袍烈烈 如同从地狱爬上来锁命的阎罗恶鬼 又如同从天而降救赎人间的神职仙计 刺客的刀逼近了皇上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剑光掠过 刺客被斩猴而死 秦燕救了天子的命 天子望着她 声音是劫后余生的颤动 你是谁家的公子 她神色淡淡地拦在皇帝身前 已不杀一人 风亡掠过之处 鲜血纷飞 如火焰 如铜迷 而她站在血色中 缓缓念出姓名 低沉清冷 我是秦燕 那一刻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望着她 没人敢信 在京城里名声措了十几年的秦家小脏种 竟这般狠力决然 就连秦燕的亲爹 都瞠目结舌 所有人都觉得 她就是暗沟里的脏民 任谁看不顺眼了 都可以将她踩踏 他们早就忘了秦燕她 本就该是这般张扬热忱 精彩绝艳的少年 而不远处的荣誉太子 也正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在她的计划里 前去救驾的人 本该是她 她被震惊得失了神 刀剑无眼 一旦失神 便处处都成破绽 刺客们眼见 秦燕在皇帝身侧守卫 根本杀不动 便将目光全数转到了太子的身上 苏明元便是在这时出现的 太子小心 她轻哭一声 下了决心般狠扑上前 给太子挡了一箭 等时 鲜血满身 太子回过神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倒在自己怀中的苏明元 再次被震惊一脸 你怎么冲过来了 我遥遥观望这一幕 甚至有点想笑 不怪太子惊讶 为时是因为 她算计人心多年 苏明元在她眼里大约就是个可以随意逗弄的棋子 她那点贪欲 她是早已被太子看穿 太子就算是想到了自己会死 都想不到苏明元竟会替她挡箭 苏明元算计的还算精巧 我看得清楚 那一刀看起来刺得深 实际却没伤到什么要害 只可惜 她不知道的是剑上有毒 她看似还活着 却于死无益了 可笑的是 她还不知道 苏明元疼得脸色扭曲 也不忘抓紧利用时机表白心计 太子哥哥 我心愿你多年 为你挡箭 纵死无憾 太子那张脸晕得像是剑模 鬼一样 偏偏又在此时 人群中传来高呼声 太子有难 快来护驾 就驾啊 呼声越来越烈 前去保护太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地后身边的人 却越来越少 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勾了勾嘴角 太子这些年安终结党 呼声太高 可不是什么好事 危及性命的关头 人心紧张之下 只需有人牵头高呼一声 效果便可达到 一切 皆如预料 而我 还在等一个人 我闭上眼 终于听到耳后传来了 曝风声 他来了 我等的 是上一世 意图杀我的那个人 是他 伤到了秦燕 最终害得秦燕缠绵病他 短命早逝 他就在我的身后 我听到了他拔剑的声音 到了 准备多时的我骤然回身 用藏在袖中的匕首 狠狠地划破了他的喉 我的本事都是秦燕叫的 他那时 一并不高慌 多说两句话都会累得面无血色 却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 妙妙 杀人时 要对准要害 不得有一丝犹豫 滚烫的血从那刺客的颈尖喷布而出 染脏了我的衣裙 剑脏了我的脸 他高举着剑 目自欲裂 我在血光中 细血地勾起唇角 之所以 我一直忍着 没去帮他 就是因为 我在等着亲手杀你呢 那刺客倒下时 还在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而我 踩着他的尸体 走向了秦燕 恰在此时我又看到 有人正朝秦燕的背后出刀 我脸色一沉 迅速射出两片叶子 叶子刺下了那人的眼睛 秦燕回眸 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地上那两片沾血的秋叶 我玩耳倒 摘叶飞花 正是上一世 我对他冷嘲热讽 将他气到吐血 都不肯学的那一招 也是他后来威胁我 若是学不会 就得去伺候他沐浴 的那一招 摘叶飞花 他眉眼微扬 一边继续杀人 一边弯唇淡笑 练得不错 可有师父 我弯了弯唇脚 心上人教的 秦燕的眼神里 瞬间爆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嫉妒 心上人 喝 仿佛下一秒 他就要去取 我那心上人的狗头了 我只得说实话安抚 我是跟你学的 在梦里 我勾笑 所以 你就是我师父 也是我的心上人 我是太父父嫡女 经常低于财女 世家贵女之楷模 我端庄柔书 笑不露齿 我本该退在 世俗家眷的队伍里 与那些女眷们 一起瑟瑟发抖 可我却站在秦燕的身边 与他一起互嫁在 地后的身前 他见气过处 人死如麻 我念功搭剑 三剑齐发 所有人都傻眼的 看着我与他 他们生来就被庇护 在世俗光环下 其中不乏年少时 欺辱过秦燕的顽空夫们 可这一刻 他们却只敢 撕缩在我和秦燕的身后 他们成了胆小的鼠 成了肮脏的泥 当厮杀落母 我与秦燕并肩 淡淡看着眼前的血色一片 秦燕低声问 妙妙姑娘 我这把刀 你用起来 可趁手否 我弯唇点头 自是不错 秦燕便笑了 他那张如玉如雪般冷白的脸上 溅染了死人的血 更衬出了他眉眼间的妖眉之气 妙妙满意就好 我当然满意 刺客已死 苏明言中了毒 也会死 至于荣誉太子此战之后 更会成为秋后蚂蚱 也活不长了 上辈子伤过他 害过他之人 都被我算计殆尽 截至此刻 只剩最后一个 那便是我自己 于是我问他 秦燕 若有一人 你曾对他千万般好 几乎为他挖心剖肝 他却始终不信你 最后令你抱汗耳中 下一次轮回在狱 你会恨他吗 又希望他如何偿还于你 他正擦拭着渐渐的血迹 吻我所言 便站在尸堆里 只勾勾望着我 我无力不起早 若对人好 必然是因他先前 曾对我更好过 我既敢挖心剖肝 将命给他 也定是他先给了我 比面更重要的东西 若他不信我 何该是我做了错事 才惹得他误会 既如此 我恨他做什么 他又有什么好偿还的 若有轮回 我只会想方设法 把他拢在身侧 待他好上家好 让他信我一次 我脑中翁地一下 泪光夺目而出 他脸一沉 裹着一身力气上前问我 语气是从未见过的惊慌 哭什么 伤到哪了 我却再也不顾及什么场合 一头扑进他怀里 秦燕 你真是病得不轻 不只是疯子 更是个傻子 他浑身都僵住了 连手中的剑都掉落在地 缓了许久 他才慢慢勾起唇角 声音低雅的叹气 充满了克制 妙妙 你再不放手 我可真又忍不住了 丘烈刺杀过后 有人告发太子提前知道了刺客的计划 却隐瞒不报 其心可诛 有人告发太子 结党隐私 图谋不轨 正举一波又一波的地上去 自然 这些都是秦燕那疯子的手笔 皇帝一怒之下 费了荣誉的太子之位 将他打入天牢 一场丘烈 让荣誉多年谋划 毁于一旦 也让秦燕清零之上 一跃成了朝廷的新贵宠臣 而我 也收获了赏赐无数 父母和阿絮纷纷诧异 我在丘烈时所暴露的本性 竟与平时那么天差地别 他们又问我何时学的剑术 我心口胡周了一个理由 他们纵然不信 却也并不在意 父亲说 这些年辛苦你了 只怪内宅天地太小 才女书名太重 才使你不得不收莲本性 阿絮说 长姐 你射箭的时候 都把我给开傻眼了 若你生在别家 不是我长姐 我定要八台大叫娶你当媳妇的 父亲听后 直接一巴掌胡在阿絮的后脑勺上 没规没矩 怎么跟你长姐说话的 让外人听了笑话 母亲在旁边温温和煦的笑 难得 家宅总算不再鸡飞狗跳 在这之前 我和父亲一起带人 搜出了苏明延给母亲下药的证据 父亲气得不行 他一向是最看重体面的人 却狠狠地骂了苏明延四五个时辰 骂到他自己口干舌燥头云眼花 才终于歇口气 苏明延没有勤验那一身本事 中国一见之后 已经堵入脏腑 他就躺在床榻上 听着父亲的骂声 脸上却在疯癫地笑 他满口乌言慧语 回话父亲是老杂种 他甚至还在幻想自己马上就要当太子妃了 以后要治我们全家的罪 让我们全族都去给他姻娘陪葬 他病息奄奄 神思恍惚 他根本不知朝堂风云巨变 也根本不知 自己已经熬不过几日 很快 他就咽了气 听母亲说 苏明延死的那天夜里 父亲又痛心地哭了一场 他频频反思自己对儿女的教导也算尽责 怎么偏偏就养出了一个松明延这样不忠不孝的白眼狼 可这世间诸实 本就难以言说 有些恶 也并非善良就能化解 就像荣誉太子在天牢内自枪时 还不忘留下血书 那封血书写尽了他在东宫步步惊心的艰难 却只字不提那些死在他手下的亡魂 他根本没有对王者的回忆 其实上一世 太子也没有赢 那一年 秦燕救下了我 同时也暗中救下了我的亲族家人 我爹爹又联合了秦燕一派的势力 因形势过于机密危险 爹爹和秦燕都瞒过了我 最终 秦燕扳倒了太子 只不过 他自己也倒下了而已 十个今年 我又恍惚记起 荣誉第一次微服出宫 见到街边讨饭的起儿时 满眼不可置信的模样 那个小小的太子 龙手握拳 眼眶红红的对我说 妙妙 但我日后为皇 必要让这世间再无饿死瓢 再无冻死骨 那是青梅豆蔻 少年温柔 他也曾待人以珍 也曾光风计月 可不知 从何时起 少年就渐渐不在了 他至死都没有再回来 中秋宫宴 并未因为夜长的刺杀 和太子的落败而耽误 我受邀入宫 秦燕也在殿上 我与他 如今已经是帝后二人最宠的士族后辈 宫宴的歌舞声枭 粉饰着血腥过后的太平 帝后并坐在高位之上 皇上表情慈爱的问我二人 苏妙 秦燕 除却先前那些赏赐 你们可有什么别的想要的 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我与秦燕对视一眼 秦燕的容色本就出众 如今她这一身飞衣 更趁她那双清冷的眉眼如画似妖 勾人心魄 她起身回话 意味深长 沉 想娶妻了 大殿之上有片刻的寂静 很快 就笑声一片 秦燕却在这一片生肖中 暗暗朝我侧过了眼 帝后听了忍许不禁 皇上又转过话头来问我 那妙妙呢 你想要什么 我低眉一笑 臣女 想嫁人了 当夜 圣旨班下 中秋佳节 天子赐婚 琴缩结音 择日嫁娶 半年过后 秦燕便另辟了府邸 娶我过门 红装扑满了整座京城 洞房之夜 她带我去看了那满是活色生香的画卷 卷中姑娘栩栩如生 一批一笑皆是我 只是看着看着 我忽然发现了一样其中有一幅 贵的是我穿嫁衣的模样 那画中的嫁衣 并无今朝这般奢华 而我在画中的表情 也竟嫌悲伤 我认出来了 那是我上一世为秦燕冲喜时所穿的嫁衣 可她那时已经不在人世 她根本就从未见过为她穿嫁衣的模样 秦燕 你这画中场景 从何而来 我红着眼眶 声音颤抖地问她 她的眸中溢出了近乎偏执的深情 语气却是小心翼翼 这幅 是前几日画的 那日 我忽然入了一场梦魇 梦中 我记不清前尘为何 只看到你终于嫁了我 可我不知怎么的 却早早死了 任你空我换我 我都不能给你回应 后来我又看到你穿着嫁衣入了我的观 说怕我黄泉路了 便放了一把火 可你却在那场火中与我共振而眠 没有走出去 噩梦醒来 我心头脚痛难忍 直到画下这幅 才有所缓事 我窝在她怀里眼睛越发通红 秦燕却捏着我的哭脸 放肆的笑 傻不傻 噩梦全都是反的 美梦 才是真的 我连连点头称是 她便咬着我的耳唇 帮我入榻 唇齿间低难我的名字 没良心的小李奴 你可真是让我好的 言罢 她垂手落下了细腻的吻 秦燕 你曾生不逢始 我曾爱不逢人 而今 人间众生 风流百昧 江南春雨 长河落日 我皆看过 皆不如你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点击屏幕上方 查看更多我的精彩小说故事 点击屏幕上方